即使在今天 你也会惊讶于有多少疾病可以被治愈 有什么样的技术 我们被告知有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 没有出路 要么手术 要么终身服药 通过利用我们的恐惧和绝望感 我们被榨干了 但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基因工程技术已经创造了奇迹 基因治疗在DNA水平上影响人体 这不是虚构的 它的应用有许多成功的结果 当病人完全治愈 你可以通过谷歌搜索或访问开发公司的办公室 在公共访问中找到关于这些技术的信息 例如 镶嵌物疗法的基因工程技术已经可以重写DNA片段 消除大多数遗传疾病 镶嵌物疗法认为 重写基因 随而来的是长期的痛苦 这对他或他的父母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悲痛 但这只是因为没有应用先进技术 但先进技术确实存在 清晰性白血病患者的最后一次机会是 东芝高级光引擎技术 该技术于2015年在伦敦一家医院得到应用 在基因组编辑的帮助下 女孩的生命得救了 艾滋病这个可怕的词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恶远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马特查佩尔 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感染了艾滋病毒 但在ZFN治疗 影响受损基因后 他不再需要抗逆转入病毒药物 这还不是全部 不仅是后天疾病 先天性的疾病也可以被纠正 今天 生下一个视网膜疾病 导致严重视力丧失的孩子 是一种可怕的不幸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完全失明 在基因疗法出现之前 没有治愈的方法 2017年 火花基因疗法 公司注册了一款基因治疗注射药物 多亏了这些技术 27名来自美国的患者 已经非常迅速地恢复了视力 经过治疗 这些孩子 第一次看到了星星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今天的另一个技术例子 是纳米机器人 纳米机器人 是一种大小与分子相当 小于100纳米 的机器人 具有移动 处理和传输信息 以及执行嵌入式程序的功能 即使你还没有听说过 纳米技术是如何在医疗保健领域工作的 你也已经在智能手机上积极地使用它们了 多亏了纳米技术 多亏了纳米技术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不会感到任何不适或疼痛 你只需喝一杯水 纳米机器人医生 就会在需要的地方进行治疗 到目前为止 纳米机器人已经可以 在不伤害身体的情况下摧毁癌细胞 将药物输送到所有组织和器官 清除血块 从而预防心脏病和中风 提高诊断质量 在疾病的早期阶段 甚至异患疾病的倾向中 发现疾病 消灭任何传染病 包括致命疾病的 病原体 Rance原始Patterker Yves 和他的同事 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技术 这种方法使得使用激光 从健康的DNA中读取信息 并以声音频谱的形式 记录下来成为可能 当这种声波 影响到病变的器官时 受损的DNA编码就会恢复 病人就会完全康复 你认为一个人能活多久 延长一个人的生命 已经成为可能 现在长寿的人 就像这样 然而 延长生命不仅是一个机会 可以活一百多年 而不生病 而且可以精确地活在一个年轻的身体里 青春长寿的钥匙已经找到了 斯坦福大学开发了基因年龄重编程技术 并获得了使用许可 想象一下 在你一百岁的时候 你还能做运动 身材还和你二十五岁时一样好 这些只是现有技术的一部分 但今天你却得不到 因为今天你的生命 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 只有你自己 任何在消费主义模式下的人 都面临着疾病和孤独 但在创造性社会 一切都会改变 所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将向每个人开放 即使是在向创造性社会的过渡期间 人工智能技术 将结合来自世界各地专家的知识 帮助准确诊断 恢复人们的健康 医疗差错 误诊 治疗并发症 副作用等观念将会消失 医疗保健将很快变成完全的预防 在创造性社会中 人们将完全停止生病 每个家庭都会有一颗再生胶囊 当你进入它 你将能够在几分钟内扫描 和修复你的身体 也可以根据你的愿望纠正你的体型 最后 你将能够吃你最喜欢的菜肴和甜点 而不伤害你的健康 创造性社会的一个令人愉快的奖励 将是延长寿命超过物种限制 即使在125岁或更老的时候 人们看起来和感觉还是像20岁 你将能够实现你所有的梦想 爬上中国的长城 一口气走50公里 船过新西兰南岛 和你的孙子孙女一起跑步 挑撒尔萨舞直到你60或90岁的时候 今天 医疗保健是一门生意 而健康是许多人负担不起的昂贵商品 是时候为每个人提供高质量和免费的医疗保健了 青春永驻 身体健康是你在创造性社会的现实 现在就和大家分享这些信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